欢迎大家收看《屈机大战略》 我是陈宗怡、Alan 今天我想提一个国家很特别的 因为有一个国家 普京甘愿募住给国际刑事法院 ICC通缉的风险都要走访的 这个是什么国家 有一个国家 中俄两边的领导人 普京再加上我国家副主席 韩正前后急着到访的 究竟有什么大事发生 第三 有一个国家提出第三轮角的概念 来制衡中俄 还提出要加入北约 究竟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 大家猜猜 没错 这个国家就是蒙古国 接下来我想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第一 苏联要分裂中国成立 蒙古人民共和国 原因在哪里 第二 美国利用蒙古 蒙古怎么建立忘义呢 第三 蒙古采取一个联美制中俄的策略 搞一个第三轮角的政策 究竟有什么目的呢 第四 就是蒙古一直想摆脱中国的影响力 在胡锦涛年代的时候 中国就很简单 找了一个高人 缅甸高人 一招就解决 一句说话解决了 究竟这个缅甸高人是谁呢 这次又帮不帮到我们呢 第五 原来中国的能源安全 跟蒙古国非常之大关系 究竟关系在哪里呢 第一 就讲一下 为什么苏联当年史太林要分裂中国 要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我们叫蒙古国 或者内地叫做爱蒙古爱慕 那我找回资料呢 这个就主要在 《掌经国回忆录》里面去记载 因为《掌经国》当时是 留学哪里呢 留学苏联的 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苏俄语 而当时呢 史太林要求蒙古国独立的时候 蒋介石就派了宋子民做代表团 带着《掌经国》一起去学一下东西 带着儿子 顺道做了一个翻译 因为他在留学的嘛 那那些史太林呢 见到宋子民呢 一点都不给面 一块文件扔下去 你有没有看到这份文件 我和美国签的 这份合约是罗斯福总统答应我的 你们讲什么说三道四 罗斯福都没有意见 你中国有意见吗 这个一看到 那个脾气很大啦 史太林 那当时来说呢 就宋子民 不懂得和他应对啦 他完全不理他 那当时呢 《掌经国》就马上汇报给爸爸知道 喂 跟蒋介石讲汇报 蒋介石就说 不要硬着来啦 我们一定不可以丢失这个蒙古国的 不如这样啦 你去他的办公室那里外访 不要当一个中国外交人员 当一个老朋友 有说俄语的和他谈会不会好谈一些呢 究竟说什么呢 就写了在《掌经国》当时的回忆目 为什么苏联要分裂中国成立蒙古国的原因在哪里 这里也对以后我们的判断很有掌握的价值 当时《掌经国》就很直接了当 就问史太林 你为什么要坚持爱蒙古独立呢 爱蒙古对我们很重要的 我们一个民国来一起对抗日本 现在我对抗日本 民族都没有统一 现在就丢失了这么大块土地 我很难跟国民交代 其实蒙古各地方又虽然大 人口很少 又交通又不方便 又没有什么土土特产 为什么你需要这个蒙古国独立呢 小泰林就见他 不是以中国外交官 以朋友的立场 因为他一直留学苏联的 很了解他们 而且一口俄语很好 就很冷静下来跟他说 老实说老弟 我之所以要蒙古各 纯粹从一个军事的战略 地缘政治的战略那方面 是要这块地方的 那么《掌经国》就不明白了 什么军事地缘政治呢 史太林就清楚解释 如果有一个军事力量 在爱蒙古这块土地 向当时苏联进攻的 切断了我们最关键的保级线 就是西伯利亚铁路 那么我们俄国就玩完了 我们疆土太大 但是唯一的保级线就是西伯利亚铁路 如果到时我们不够足够 缓冲国没有足够防备的话 我应对不切这么大的土地 我们就玩完了 他在地图里面解释 或分析原因给蒙经国知道 那蒙经国说我都理解 但是我也不明白 日本也就快被我们打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你还哪有强敌呢 然后史太林就说我证明了 其实李国说中国是没有侵略 苏联的意图吗 这些说话是今天说的 今天说就是 但是你知道你中国真的实现统一之后 中国一定成为一个强国的 到时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进步得快 我们不可以不防你 所以其实结论是什么呢 从来俄罗斯都是在防备中国的 担心中国崛起 因为他国家的地理位置 东西两方太大 就是很担心远东地区 早晚都归回中国的 只要很简单在西伯利亚铁路里面 进军的话 截了铁路的补给线 远东就会失手的 所以俄罗斯从地缘政治考虑问题 是很担心 走了去柴浪 就是日本 又来着老虎 中国 所以当时一定要分裂中国 成立蒙古国 作为一个缓冲界 第二部分就讲一下 美国怎样去利用蒙古 而蒙古为何会建利忘义呢 话说说回七月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访蒙古 访蒙古国其实有历史的原因 之前是什么呢 因为美国提供武器给台湾 武装台湾豪诛政策 令到中国很不悦 要制裁一些武器供应商 当时中国限制了梯的出口 梯出口会影响所有雷达 制度武器的准确性 梯是很重要的稀土 全世界中国是最多的 为什麽解决这个问题呢 当时布林肯其中的任务就是去蒙古国 因为蒙古国的稀土 世界华人财量还超过中国的 就找蒙古国讲素了 当时蒙古的心领社会 对布林肯异常热情 就是前大哥后大家在镜头面前看到蒙古国的总理 就是笑面迎人 多高兴 有财神来跟我买东西 结果呢 蒙古国和美国不单止要建立一个战略伙伴关系 提升到国家战略 陈次第一 而且签了很多的一系列的稀土的协议 要跟他买大量的稀土 第三呢 蒙古也都头头暴力 将美国视为它叫什么 第三轮角 什么叫第三轮角 因为蒙古国的地理环境里面 就是被中俄两个国家包围 很简单 北边就是俄罗斯 南边就是中国紧包围 又没有出海口 全部都是没有第三轮角的 他就说要开放天空 直接去到第三轮角 将蒙古国所有的资源 用一个高价卖给第三轮角 就是美国 所以这里承诺了给很大利友的利益给他 因为本来就卖给 他接着就觉得 一直卖给中国的价钱都不是叫个好价 因为以前中国稀土都不是卖得贵 但是你现在制裁嘛 制裁西方就不同 稀缺就不同价钱 全世界环顾这么多地方 只有蒙古国很有开发价值 当然要高价找蒙古国 一下子蒙古国就见钱开眼了 原来答应了 卖给中俄两国的所有稀土资源 全部不理约 全部停止开发 准备重新跟英国TikTok集团签了三十亿 又跟美国签了系列的协议 还拿了订 接着就要求中国长期租借天津港给他 那就会发达 你以为中国也不笨 你现在我本来卖给我 你停了合约 还要我给出海口 租借天津港长期 还要低价租借给你 你职我不笨 为什么我要配合呢 那就骂了矛盾了 一个矛盾颇大 一骂矛盾的话 蒙古国怎样 蒙古国就开始玩东西了 是搞过中俄蒙的天然气管道 叫做西伯利亚二号 经过蒙古国的 你既然不让天津说我 我就大幅提高这个通道费 经过蒙古国之后 我以后要收 每年最少收十亿美元 这个通道费 另外中间要有大量的能源 要拨归给蒙古国本地使用 中国看下这个数据 很不划算 很不够 当然要跟俄罗斯谈计划 这个大哥 这个弟弟蒙古国 你说要照顾的 将管道特别去收过去 经过蒙古 再去中国的 这个你要照顾哪个兄弟 你自己的事 总之中国我只是看过价钱 来到我境内里面跟你结算 至于安全问题 投资问题的话 我对你俄罗斯算了 你不如跟蒙古谈谈它 即是将它投资 俄罗斯投资 安全方面的风险 中间被人骑劫 打劫了那些天然气 就归俄罗斯 不要算我的数据了 要不然 中国宁愿停了西伯利亚2号 这个天然气的 大家有所不知 这个西伯利亚2号 是很惊人的天然气管道 每年达到500亿立方米 500亿立方米等于什么 大概等于北溪1号供天然气 给欧洲的数量 你说厉不厉害 这个是很大量的投资 如果中国真的开通了大概是七年 至十年的期间开通了这个西伯利亚2号 就完全解决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 但是蒙古现在建立忘业 跟你签了合约的稀土协议 不认数 相关俄罗斯和中国企业里面已经有损失 还要高价卖给第三轮角 即是美国、英国的小弟 去赚取高额的费用 你说中国开不开心 当然不高兴 所以会促成了 普京在9月2号和3号 紧急访问蒙古国 紧急访问蒙古国不是一般的访问 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就被国际刑事法院 ICC通緝的 以前俄罗斯去哪个国家都不是问题的 因为以前 普京去哪个国家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签署国 而蒙古国是第一个普京去的国家 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签署国 你说风险大不大? 风险很大 扎连斯基 大家怎么办? 9月2号大家看到了 相安无事 大家有谈有讲 接着蒙古的解释就是 我全国的能源都是靠俄罗斯 我如果抓它的话 我立即就不行了 即是没有能源了 未来的严冬美国冬天就来了 我为什么要抓它呢? 希望大家理解理解 但关键就是 普京冒着这么大生命危险 都要过去蒙古国 是谈什么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一谈完之后 普京就马上去 现在去到远东经济论坛 接着就到我们国家副主席 因为主席现在就尽量不出国 国家副主席韩正 就会出席 远东经济论坛 见普京一个会面 然后他再回去蒙古国访问 这个是不是很特殊的安排呢? 其实一个紧急谈判的安排 为什么紧急谈判呢? 当然有大事发生 先是普京和蒙古国讲条件 看看蒙古国成不成落 行不行 然后就在远东经济论坛 跟我们国家副主席韩正通报 看看韩正行不行 如果行不行 韩正回来到蒙古国 就去签约了 摆明最大机会 就是落实西伯利亚2号 就是中俄蒙的天然气管道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最大的天然气管道开发 而通过蒙古的通道费的问题 应该最后 究竟是否整个 最后这十天八天 这几天 我们应该可以开晓 第三点 我们讨论一下 蒙古国搞第三轮角这个概念 究竟有什么目的呢? 其实目的很简单有三个的 第一实用主义 是想利用美国向中俄两国施压 一向蒙古都是听中俄话 没有办法被中俄夹住 都没有帝过了 现在有美国出现正好用来增加 对中俄合作中的要价 要它提高价钱 烤炸中俄两国烤足缸 例如什么? 刚刚讲的中俄蒙天然气管道 这个西伯利亚二号 是否可以增加通道费呢? 是否可以解决了蒙古的能源不给钱呢? 我照拿个天然气 是否炸了它呢? 中国会给钱我呢? 这个就好像当年 乌克兰和俄罗斯一样 因为俄罗斯的北极一的管道是经过乌克兰的 那乌克兰呢? 就拿了天然气自己用 又不给钱 还大提高通道费 曾经有一年呢 俄罗斯警告冬天 停止去输送天然气 那乌克兰才稍微修炼些 有乌克兰在前 今天蒙古国在后 你说中国怕不怕? 当然怕啦 所以中国就不太想俄罗斯 放过蒙古在中间的 那俄罗斯有什么考虑呢? 俄罗斯的考虑就是 寄中国 因为直接跟中国去谈的话呢 就没有缓船的机会 现在放过蒙古国里面到时候 不关我事啊 蒙古夹了你很多天然气出去啊 另外就是蒙古呢 经济不行 要收高一些通道费 本来俄罗斯都会照顾小弟 但是俄罗斯 最近的经济能力越来越差 就是没什么钱 没什么能力去照顾小弟 现在呢 借俄蒙这个天然气管道 被逼中国 给了一个保护费 给蒙古 将来来说 都算是俄罗斯 为小弟拿福利而已 将来就等中国 他请客 中国买单而已 中国制不制 当然是不想 所以大家谈的问题就是 中俄蒙古岛究竟经不经蒙古呢 中国一定不想经蒙古 有乌克兰在前 今次又来过蒙古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教训 永远都是重复发生的 不要搞我了 如果要呢 俄罗斯 我只是计算和你结算的 你除非全蒙古段的投资 你负责了 安全你负责了 如果他偷弃就算你的 不关我事 一定会偷弃的 第二样东西 通道费 你搞定它 你说要经它 你给通道费 我不给了 这个是中国的立场 第二呢 原因就是蒙古是想搞一个第三轮角的概念 是长期用来制行中俄 中国俄罗斯对蒙古的影响 因为你只有两个出海口 你所有国际贸易都要经 不是经中国 就是经俄罗斯 现在稍为会经过中国的天津港 因为基建齐全 或者经俄罗斯海深威 如果不是蒙古国 中国有更多的能源天然资源 都没有办法卖给第三国 那中国和俄罗斯 一样会收很贵的通道费 蒙古是希望借助 这个天然气管道 或者是第三国那方面 用美国去喊个好价 去摆脱俄罗斯和中国的制衡 第三呢 实际的收益 蒙古国是想向美国和西方 买稀土、煤炭等等的资源 因为它资源大国 最值钱就是这些 还有这些资源 遲些卖就不值钱 因为中国那么多新能源 而且煤炭这个东西全世界都不要了 它煤炭很出名 蒙古的煤炭 是在浅藏的 不需要深挂 开发费很便宜 关键现在是基建不够 如果去搞妥基建的话 蒙古的能源是很便宜的 还有现在中国越制裁稀土 稀土是国际市场价格越高 那蒙古就说肥仔了 这么肥仔的我当然是买个好价 因为中国不会跟我买个高价的 它也有很多 最缺的是什么 今次是制裁 是为了制裁 美国西方的军工企业 如果军工企业没有梯 没有稀土 无论是内液制度导弹 雷达等等的话 将来高端武器 就不能跟中国发业了 所以他们逼着 一定要跟蒙古商量 有点准备数 第四点就是蒙古一直想摆脱 中国的影响力 在胡锦涛年代 曾经考虑过 不通过中国的天津港出海 不经过中国口岸 想在俄罗斯另外建个铁路 直接去到海深威 因为海深威是好 不过没有什么基建铁路相连 但是这个成本很贵 它贵都要这么做 不想受到中国的影响 摆脱中国的影响力 但是当时呢 胡锦涛时代 温家宝总理 就是透过各国关系 找到一个高人相助 这个高人就是在缅甸的 一个高人相助 他一句话 竟然改变了整个蒙古国的决定 他一句话说什么 就叫他留在中国 这件事对蒙古更有利 他完全听了 究竟这个缅甸的高人是谁 大家可能上网都看到 缅甸有位奇人叫做ET 他当时呢 在东南亚 在蒙古国都非常有影响力 是佛教的 他信也是他信徒 当时他信去见他的时候 还是一个厂长 工厂合作业 他说他将来一定是总理的人 结果真是顺利 他信当时出国的时候 又是他通知他信去避开 千万不要回去泰国 结果泰王就逮捕他 他也建议他信的妹妹 应拉出来代他威起选举 结果应拉就当选总理 他信家族是很信任他的 另外呢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拉吉普 拉吉普当时呢 选举不够安华的票数 安华民调七成 正在赢的 他给一个建议给安华 是怎样呢 他说你只要将选举延迟一日 你就会赢的了 当时拉吉普的太太很想ET 就飞过去 因为他很少出国的 飞去马来西亚和他坐镇 但是他拒绝了 你只要很简单 将选举日期退遲一日 那结果怎样呢 结果很神奇地 由于拉吉普退遲了一日 当时安华就很高调向传媒媒体宣布 当时民调我七成 我宣布赢得这个大选 太开心了 他说 结果呢 第二天投票的时候 安华的支持者 你都赢了 我们都不用出去投票了 有七成 反而拉吉普的支持者 就全力以赴 死了 我们在输了 我们得得票得票 最后结果呢 拉吉普是很微薄的选票 赢了 如果不是 安华就提前很多年里面 当选 做总理了 马来西亚 你说影响力大不大呢 在马来西亚、东南亚里面 影响力都很大 还有一个奇迹呢 就是 当年他竟然是蒙古国总理 也是他信徒 议会议长 也是他信徒 在蒙古国一半的议会里面 都是他信徒 所以他的说话非常之有影响力 尤其是会影响 他的说话说 你跟中国交互呢 会影响国运 结果 他们就放弃了在俄罗斯境内 建铁路去海心位 这个是一个奇人 是不是这么神奇呢 你可能说 是不是这么神奇 我仍然给你一张照片 就是 当年我跟他在2014年合照的 当时我也是很年轻的 2014年合照 当时我是完全不信的 是不信这些奇人 为什么 因为他是开不了眼 听不到 说不到 串靠 跟妹妹的心灵相通 我提的问题 他就写了答案 我根本就不信 那些朋友就过去排队 去见他 约定很久的 带来我经过 我就职本陪他去 但是他不见他们 他说一定要见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先生不信我 所以我要见见 为什么要信他呢 我当初不信 有没有这么厉害 那盈光幕就见到 他写了一些字给我 就是一组数字 那这组数字是什么 那盈光幕见到这张银子 美金就是那组数字了 他叫我看看银包 看看一些美金 美元纸币里面 最厉害 最厉害的十元鸡里面 竟然exactly就是这组数字了 嚇不嚇死我 咦 我立刻就 心里面跳了出来 咦 似言非虚 都很厉害 但是 淡定些 可能他真的炒过银包 我再淡定些 问一问 接着他跟我说 第二个问题 还不惊人 他说 你的女儿在北边 很远很远 是的 我当时的女儿在英国读书 接着他说 你太太不在香港 是离开了 去东边 我没有理由 我都 我出来的时候 他都 不是的 都在香港 我不信 叫我打电话给他 连我都不知道 我太太在哪里 怎知道 原来 打电话去 一问 他在东京 和他妹妹去了东京 嚇到我都不知道 他怎样知道 令我嚇一跳 所以这个世界奇人太多 令你想象不到 这个题外话 既然有这么好的 ET 为何要帮中国 原来他血缘有一半是中国人血统 一半人是缅满血统 所以他一听到 就是完全支持中国 愿意跟蒙古国的沟通 现在蒙古国 跟我们有这么多矛盾 还可不可以找ET解决 没有 因为ET 已经离开人世了 已经没有办法再解决这个问题 但当地在缅甸 在东南亚一带 就算蒙古国 仍然是很有影响力的 但他已经没有办法 可以为中国可以说话了 第五部分就是 中国能源安全 和蒙古有什么关系呢 我讲这部分 首先看一下 迎光幕上这个表 这个表里面就是 2022年至2023年 中国十大原油的进口国 这十大进口国 第一俄罗斯 第二沙地阿拉伯 第三伊拉克 第四马来西亚 第五亚联邮 第六亚曼 第七是巴西 第八安哥拉 第九菲特 和最后是美国 你看到 中国其实现在 很多方面能源石油都安全 因为美国 甚至有机会拦截 马六甲拦截的 在巴西安哥拉 和美国 占个比例都是有限的 第二个表就是 迎光幕看到的表就是 2023年 中国气化液化天然气 是进口的排名 进口排名 原来第一名是土库曼 香港用的 中电的天然气 都是土库曼提供的 第二是俄罗斯 占20% 第三又是20% 是澳洲 三个国家 土库曼 俄罗斯和澳洲 都大概是20% 六成以上 第四是卡塔尔 大概是14% 第五是马来西亚 印尼 哈萨克 第八 第八是美国 第九是缅年 第十是巴布 新基内亚 我们再看看 迎光幕第三个表 第三个表 其实中国的能源安全是什么呢 就看到了 这个表里面就是 大概有22.77%的进口量 是不安全的 是美国的五万联盟国家 包括第三名的澳洲 占20.14% 第八名的进口的美国 佔2.63% 以及第25名的加拿大 都不够1% 总共是22.77%的天然气 是不安全的 我们需要能源安全 一定要解决这22.77%的天然气 最后再看到个表 这个表就是解决方法 中俄建天然气管道的表 现在中俄有三个天然气管道 在这个表里看到 有三个天然气管道 就是中俄的东线天然气管道 俄罗斯叫做西伯利亚力量 就是2014年 克里米亚事件里面 俄罗斯向中国开通 因为要钱 被美国制裁克里米亚事件 到2019年正式开通 最大的输气量是380亿立方米 很厉害 已经中国正在用 所以解决了很大量的能源安全问题 俄罗斯一次过晋升到20% 就是西伯利亚力量号 第二就是 就是刚刚远东经济论坛在谈谈的 叫中俄的远东线路 这个天然气管道 准备有另外100亿立方米 这个是在远东地方过来的 第三个管道就是 中俄蒙 蒙是蒙古的 跨境天然气管道 俄罗斯就叫做西伯利亚力量2号 这个总数是500亿立方米 加上俄罗斯给我们 就总共980亿立方米到时 大概7年至10年之后 大概最迟11年之内 我们就完全解决能源安全问题 大家看这些数字已经知道 如果天然气管道是经过蒙古 是没错解决能源安全问题 因为不需要再经马六甲 不需要再进口澳洲和美国的液化天然气 但是会被蒙古国挟持 因为将来无论去偷你的天然气 全国用了都是入理数 另外就是通道费 所以中国想不想天然气管道经过蒙古 当然不想 何况现在还要挟 我买了那些稀土矿 你又不对现 又要卖给第三轮国 美国、西方 这样很难搞 估计最近很惊 9月2日、3日去蒙古 就要再谈中俄蒙这个天然气管道 最后落了点了 蒙古一定要答应这个条件 否则很难 中国不答应这个条件 中国的条件就是 要俄罗斯投资 完全俄罗斯投资 俄罗斯去保证守住安全 不让管道里面被人偷弃 第三就是谈谈管道费 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肯定中国就不会议蒙古国的 直接这个天然气管道 由俄罗斯西伯利亚直达中国 普京谈完之后 去远东经济论坛会见韩正去摸一下底 和蒙古国谈完什么底 韩正答应再问一答应的话 再飞回去蒙古国就可以签约了 但是看来这几天我们就知道 究竟中国能源安全 能不能够尽快解决呢 以及究竟蒙古国会不会受惠于中俄呢 最后我想讲一讲就是 韩非子的亡征有一句话里面就是 国小而不处卑力小而不畏强 无礼而无大律 贪服而绝交者可无也 那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国家世又不放下姿态 又不处于谦卑一些 力量不大又对强伦又没有畏惧之心 再加上贪婪又不善于搞外交的 这个国家来亡国不愿 那大家心灵实惠 我们现在来到美丽华酒店的郭金軒 在我们旁边经常见到的 我们就是Adwin师傅 是美丽华酒店的中餐行政总署 你好陈先生 Adwin 你好陈先生 你又有些新作 介绍了什么好东西 我们先介绍了一个鲍鱼酥 用32头的吉品去做鲍鱼酥 我们用了曲奇皮 底部是鲍鱼 再加鸡粒和冬菇 鲍鱼 上面是一只吉品的鲍鱼 是用干鲍 我们用干鲍 干鲍值钱很多 而且味道比较实正 好 然后我们再介绍鲍鲍 白花鲍鲍 传统的鲍鱼 但我们这次加了一些 法国的啤梨 和一些南澳的带子粒 让在里面 再加一只松叶蟹的蟹钳 去加虾胶 去做了这个松叶蟹蟹钳 松叶蟹的蟹钳 不是普通蟹钳 下面那些是我们自家製的糖醋汁 可以调出它的鲜味 跟着就来参加酸蟹钳 我们根据四川的酸蟹钳 下面底部有一些自己练的花椒油 跟着 这个汤底 是用云南的白胡椒 加皮丸的豆瓣酱 去熬了这个汤底去煮酸蟹钳 好 跟着我们就是这个 龙虾 对了 十五年花雕奉之龙虾球 用了西奥龍蝦 加上15年的花雕 用雞油花雕方法呈現了基茲龍蝦 龍蝦好 淡淡肉 龍蝦香厚一點 鳳芝呢 鳳芝是雞油 我們練了雞油 再搭酵酒和雞蛋去推出酒 為何是如此橙色 蝦膏嗎 因為我們只用雞蛋黃和一些蝦頭油 這個呢?這個又很漂亮,很橙色 好了,這個我們用了日本的藍黃雞蛋 這是雞蛋來的? 是的,雞蛋來的 我們加了一些日本的帶子,刺身級的帶子 又推銷懶人,蜜豆 最重要,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它有一個叫洛鄧火腿 洛鄧火腿是我們現在全中國唯一一隻拍賣 鹹香味十足,又有海水味 和雞蛋的濃郁的蛋味 這個很漂亮,日本的雞蛋很特別 將顏色提升了 顏色的配搭 這個是老菜來的 這是最後一個,老菜 蝦子柚皮 我們用了沙田柚,回來刨皮 經過很多功夫 煮水,拿水,煮水,拿水 前後三次、四次試試 然後拿一些火腿、老雞、鯪魚 肉去煮,慢火煮 不可以太大火,如果大火煮 它就會散開 我們要慢火煮四個小時 還有釀的味道 純粹看師傅的功力夠不夠 要很長 要6個小時 至少這些功夫菜 好東西 這次真是 希望你喜歡 每次Erin都可以介紹我們 很多很美美的食物 多謝陳先生 謝謝 謝謝Erin 歡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